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在今天的Upper Intermediate高中级课程里呢 我们要学习什么叫 Buddhism and Taoism or Taoism 没错就是佛教和道教 对 佛教和道教 那它们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但是有更多的区别 还有词汇上的一些区别对吧 没错 比如说在佛教里面 有一个称呼叫做和尚 和尚 但是在道教里面 就叫做道士 道士 Priest 对 那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们听一听对话就知道了 好吧 那个和尚怎么穿得这么奇怪 还有头发 那个不是和尚 是道士 道教和佛教是两回事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说来话长 我简单地跟你说一下吧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以道为最高信仰 什么是道 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本源 道教认为人的生命由元气组成 肉体是精神的载体 人通过修炼身体可以成仙 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养生 哦 就是炼丹对吧 难怪古代的那些皇帝整天都在炼丹 想要长生不老 佛教好像更注重来生 看来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思想真是不一样 嗯 不过虽然佛教起源于印度 可是传入中国后 也融合了很多中国文化的特色 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苦海 追求生死轮回 把希望寄托在来生 那多累啊 活都活不好 还要担心死了以后的事 你又在瞎说了 那是一种信仰 你刚刚说到道士 那道教里有尼姑吗 不叫尼姑 叫道姑 他们的庙也不叫庙 叫道观 哦 明白了 反正什么都和道有关 他们可以吃荤吗 有些教派可以 我觉得现在信道教的人好像不是很多 中国还是佛教徒多 好 珍妮娜我们先说一下道教吧 好的 那道教呢最主要的就是道 对吧 The way 是吗 那什么是道呢 就像对话说的 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本源 宇宙万物的本源 那这个宇宙就是 Universe The universe, the cosmos 对的 万物 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OK 然后本源是一种principle 像一种philosophy 是吗 对 原本的道理 叫做本源 那道教呢 精神的载体 肉体是精神的载体 那这个肉体是指 physical body 对 然后精神 思想 对吧 思想 然后载体就是一种vehicle 没错 肉体是精神的载体 因此他们认为肉体也是很重要的 So the flesh is the vehicle for the spirit 没错 那肉体既然很重要呢 就要修炼身体 修炼肉体 对吧 那这个修炼是什么 修炼其实就是修养 通过不一样的活动 或者是学习来提高自己 那这个词比较多是用在东方的宗教上面 会不会跟meditation什么的有关系 或者是跟你吃的东西 对 其实meditation 我们说的静坐 冥想 还有你的饮食 吃的东西 都是修炼的一种 对吧 Ah okay So there's like They're like these ascetic practices 对的 Frequently associated with Buddhism or Taoism 是的 修炼 那在道教里面 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 就是炼丹 我知道炼 那丹是什么 丹就是一个圆的 像药一样的东西 像一个小的球 Like a pill 是 什么意思 炼丹 那其实这个丹呢 是一种药 吃了以后身体会非常好 可以活很长的岁数 我知道 这个叫上存 这个叫上存 是吧 现在叫上存了 在以前呢 是道教里面的丹 炼丹 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这个是谁做的 炼丹 古代的时候有很多皇帝 每天都要叫人炼丹 道士做的是吗 道士可以炼丹 或者信道教的人 有些人也会去炼丹 自己做这些药 要炼放在火炉里面 非常的难 但是他们想吃了这些丹呢 就会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 So live a long time without getting old 这个可能吗 不知道 为什么有人要长生不老呢 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了 来看看佛教 那佛教好像更注重来生 对吧 来生 The next life 那佛教从印度 这个传到中国以后呢 也融合了很多中国的特色 对吧 融合 融合这个词有点像结合是吗 没错 Like blend together Fuse 对 有没有发现有一种菜 这个fusion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installment of ChinesePod Trivia And the question for you is For what test does ChinesePod offer preparation services for? Is it A. The polygraph B. The colonoscopy C. The HSK test Or D. The CAT scan The CAT scan? Ooh, sorry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e HSK test That's right ChinesePod will thoroughly prepare you To pass this rigorous test Of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hinesePod.com Forward slash HSK 对 也被翻译成融合菜 融合菜 Fuse Fusion 那佛教里面还有一个词 一个terminology也很重要 就是苦海 苦海 Sea of bitterness 对的 什么意思 他们就是说 这个生活或者现实世界 会有很多的苦难 嗯 有点悲观哦 是的 那但是佛教呢 他们追求生死轮回 生死轮回 So life and death like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对 reincarnation 是的 So that's called 生死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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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刚刚说到苦海嘛 但是佛教他们还是有希望的 可是他们的希望是 寄托在来生 寄托在来生 So they entrust their next life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hopes 对 They put their hopes in the next life 没错 寄托的意思就是把你的希望 或者感情放在一个人 或者一个事情上面 寄托 好像中国父母会这样做吧 对 就是把自己的希望 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寄托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佛教和道教里面 不一样的称谓 尼姑 尼姑 That's a Buddhist nun 没错 那么在道教里面呢 就叫做道姑 道姑 Taoist nun 是的 然后在佛教里面 那个地方叫做庙 对吧 去敬拜的地方叫做庙 So that's a Buddhist temple 可是在道教里面 叫道观 道观 A Taoist temple 那这个观呢 其实也是多音字 对 平时是观 是吗 像观音 对 还有观察 看的这个意思 但是当它出现在道教 道观里面的时候呢 是读第四声 观 就这个词是吗 对 还有有些人的姓 Surname是这个观 可是很少很少 这两种情况是吧 对 只有这两种情况 那我们现在看看佛教和道教的饮食好了 在佛教里面 就是和尚和尼姑是不能吃荤的 对吧 不能吃肉是吧 荤其实就是肉啊 鱼啊 鸡蛋 鸡蛋 对 那么在道教里面 有一些教派可以吃荤 对吧 那还舒服一点 不过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嘛 有些人觉得吃素非常舒服 你就不行 也有道理 可以啊 我以前吃过素啊 你这么高的人不会累吗 天天吃素 等一下再问你吧 我们还是先再听一遍对话 好 那个和尚怎么穿得这么奇怪 还有头发 那个不是和尚 是道士 道教和佛教是两回事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说来话长 我简单地跟你说一下吧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以道为最高信仰 什么是道 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本源 道教认为 人的生命由元气组成 肉体是精神的载体 人通过修炼身体可以成仙 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养生 哦 就是炼丹对吧 难怪古代的那些皇帝 整天都在炼丹 想要长生不老 佛教好像更注重来生 看来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思想 真是不一样 嗯 不过虽然佛教起源于印度 可是传入中国后 也融合了很多中国文化的特色 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苦海 追求生死轮回 把希望寄托在来生 那多累啊 活都活不好 还要担心死了以后的事 你又在瞎说了 那是一种信仰 你刚刚说到道士 那道教里有尼姑吗 不叫尼姑 叫道姑 他们的庙也不叫庙 叫道观 哦 明白了 反正什么都和道有关 他们可以吃荤吗 有些教派可以 我觉得现在信道教的人 好像不是很多 中国还是佛教徒多 OK Jenny Let's review a little bit some of this vocabulary 好 那这样吧 我考考你 好的 我说一个词 然後你要赶快说是 道教还是佛教 好 佛 佛教 太慢了 道 道教 那我来考你吧 好 好吗 和尚 佛教 道士 道教 道姑 道教 妙 佛教 道观 道教 太慢了 尼姑 佛教 所以现在看来 这个词语里面有道的 基本上都属于道教 一听这个词 你就可以知道是那个宗教 没错 那就像你自己去过道观吗 去过 西安有一个很不错的道观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忘了名字 八仙什么什么 那总之如果大家有什么 有意思的这个故事 或者见闻关于佛教和道教的 都很欢迎大家到 ChinesePod.com来跟我们分享 Yes, please let us know on the website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下一次再见 再见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0598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 slash 0598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 slash 0598 555 Haric 500 准还 苍 cours 15 八仙 령